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曹金国 我是蘑菇 那今天这支视频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爱用品 已经是久违了的爱用品 对 好久没有录了 对 反正就是一段时间来的爱用品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开始吧 开始 在开始之前 不要忘了给我们疯狂的弹幕 然后给我们评论 点赞 收藏 关注我们 开始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 然后我的比较多 那从我先开始 然后第一个东西呢 是一个不是美妆类的 我说完了就要把这个东西给坚果 是一个 给五盒 对 是一个mini色的香袋 然后这香袋好像挺便宜的 就是一盒里面有五个 然后呢 这个香袋 是我就把它放在衣柜里 它是一个这样的 我就打开了 哦 还挺香 对 然后它的 就是有好多个味道 我觉得都挺好 就不是那种很 很刺别 很呛人 然后它调香 我就做得很好 好喜欢这个味 然后它还有一个这个 小丝带 然后就可以把它寄到你那个 就是衣柜的那个横梁上 然后你那整个衣柜 就都会是这种香香的味道 好喜欢这个味道 因为就是我也是租房子嘛 然后就是那种木质的衣柜 会有点那种木头沉浮的味道 然后所以我买了这个 然后挂到我衣柜的几个地方 我觉得还很不错 好 我再想好 再使用 然后下面一个用品是这个 是NARS的这个眼部打底 我以前是没有用眼部打底这个习惯的 我是怎么发现了它的好呢 是就是我去柬埔寨玩的时候 然后就每天就把风吹是晒的 然后然后我还会去那个泳池里游泳 因为我很懒 所以我就没卸妆去泳池里游 但是晚上呢我还想接着什么逛逛夜市 什么的 我发现用了它之后 我的眼妆 一个是就是很持妆 然后显色也 就是很显色 就是它会 它会就是 哎 上脸有点微微的哑光 然后会 扒在你的皮肤上 然后它会就增大你眼睛 和那个眼影这样摩擦里 所以它又能就是显色显得特别好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我下水之后再起来 我的眼妆完全一点都没有变 然后就晚上该干嘛干嘛 我觉得它真的就是 而且出很多汗呀 然后也没有就是影响我的 就是眼影啊 眼线什么的 我觉得它很不错 嗯 好那我也来说一个眼妆的吧 一切都发到你都不发 嗯 是这个 其实这个之前已经大火了一阵了 然后当它火那会儿 不是就是断货 特别难买吗 然后我其实要夸赞的 并不是夸赞 就是它的这个颜色 或者怎么样 我是想夸赞它的粉质 因为我之前也买过 就是它这个系列的 但是是其他的颜色 然后我也有在用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粉质 没有这一盘的好 这盘的粉质 我就是惊讶 可以升级吗 你感受一下这个颜色 哦 它是那种湿湿的 摸到丝龙 对 的那种手感 就是特别丝绒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和这个 就是哑光的那几个眼妆 其实都是哑光的 但是它以这个 就是这个浅粉色 尤为丝绒 就是你手上摸到了 丝绒布料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让我挺惊讶的 因为我也有其他的 比如说比较贵的 比如说像是什么 苏库啊 或者说是 就是那种 欧美大发 比如说什么 什么Tom Ford啊 或者是什么 蓝白包的 我觉得它们的那个粉质都没有 就是这种 就没有这种触感 对对对 我觉得还挺惊讶 因为它就只是 Kanmake一个日本开价品牌 但是它的那个 眼影有这种质感 我还是挺惊讶的 对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 就开价战斗鸡肉 然后下一个东西是这个 是有一段时间 我就是这个嘴角就在口脚炎 就是一直不好 然后我还说话 笑我什么 表情还挺大的 然后它就一直裂开 又好了 又裂开 然后这个呢 是小苗姐给我的 其实这个 大家应该也挺熟悉的 就这个日本的 这个治疗口脚 口唇炎 口脚炎的 滋生糖的这个药膏 它其实说是润唇膏 但它应该是属于一个 第三类药物的这种 对 然后就确实是特别 就我每天在晚上睡觉之前 然后就厚厚的把它涂在这 它也就一个星期吧 我觉得它就完全好利索了 就在此之前 可能它就是拖拖拉拉的 一个月都就一直不好 它一个星期 我觉得就完全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平了 那原来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你老好了坏了好 它会有点增生 就是这个地方会 像多出来一块肉 然后它现在就完全平了 然后实用感受也挺好 但我不建议大家长期用它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还是个 药物性的东西 好 然后呢 下面一个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就是这个 它叫什么 面霜 我觉得它 但是它也不是 就是特别面霜的那种 很厚重的那种质地 它是那个彼得罗夫的 这个是我之前斯福兰 购物 跟大家分享 它这个包装上就有那种小水质 对对对 然后它是有点像 就是之前那个自然乐园 然后会出那种就是 是什么 爆水珠 广瓜如晦的那种 就是你感觉就是抹一抹它 然后就会搓出很多水珠来 它里面的那个质地 给大家看一下 它看起来是一个面霜的那种质地 对 但是它就是涂在你的那个 你看它是就是在你的 它在你的这个手上是 就是绿绿雾面的这种 然后你给它再搓出来 然后它就是那种特别水润 然后就感觉 哇 搓出水来的那种 然后它就是一点点就能搓整个脸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质地啊 什么之类的 就是还是挺轻薄的 感觉肯定不会闷的兜 然后那个就是保湿的这个功效也有了 它这个吸收力也挺强的 就是你涂完以后 它吸收了以后 它就不会有任何就是粘的那种感觉 味道也挺清爽的 然后现在我要说的是两个口红吧 一个应该已经说过 但是我最近上班就是最常用的应该是它 就是NARS的这个GPS 然后也用挺多了 然后它看着 这个在视频里里的色差也是有一点大 就是视频里会看更饱和一点 然后现实看它会更 钻 对 钻啊 更偏棕一点的 然后它的涂出来的饱和度就没有很高 然后就是一个日常比较温柔的 偏棕的豆沙色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比较难买的这个阿玛尼的405 就是我嘴上现在的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很正的番茄红的颜色 然后对 然后我觉得我也是 就出去玩的时候试用我同事的 我觉得真的挺老看 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阿玛尼的这个质地的 因为它比较容易粘背 然后涂起来不是那么均匀 但这个颜色 那一下把我就误转粉了 然后我就义无反顾的 就是排除各种不喜欢它的因素 我也觉得它是一个值得买东西 也是我最近比较长途的一个颜色 会显得整个人气色比较好 那你怎么买 就在免税店 最能买到 就是我们不是去了大概三个免税店吧 只有一个有货 还有个 我这也是405吧 我这也是405吧 对呀 那就是粉红最好 那我也有一405 但是这个405涂在我的嘴上会特别红 特别红嘛 对 但我觉得它要薄涂才能看出来它的那个 就是番茄的感觉 你要是厚涂了 就是一个比较偏大红 偏橘的大红色 好 然后下一个呢 我要说的 我是不是应该在手上试一下 那你给大家试一下 这样 就是你后图看起来就是一个偏橘的 有点像Dior 080的那种颜色 但你把它就是晕开就会 就会就是挺日常的 好 然后下面呢 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个 要不然这样吧 我跟大家就是说一下 我的这个口红是哪个 以防大家会不会 这个口红呢 是NARS的LUIS的 嗯 对 对 是LUIS 在斯特兰的K3 说的 是 然后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红色 然后涂在这边就是一个 那是气场色 对 然后它是有点酒红色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下面一个呢 就是说的是这个Hourglass的这个腮红 这个腮红 它 它是那种就是非常温柔的那种粉色 就如果说我今天要是就是想说来点淡妆 因为我一般就是上班的话我是不画眼线的 然后我涂口红也不会涂得这么的隆重 然后我就会就是用这个 这个颜色 这个粉色 这个粉色它虽然肥肉有点多了 但是它的那个就是这个粉的这个颜色 它再上在你脸上是一个非常青春 然后就是那种油内而外肌肤散发的一种 白里透红的那种粉 就是我觉得还 清纯的粉 对对对对 就好像我衣服 就是让了就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就是那种灵家型女孩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挺适合就是淡妆涂的 我觉得很好看 有一点点类似Benefit那个普工优 嗯 啊 说完了 说完了 然后呢下一个东西是这个 是这个 七龙珠 对 就是BACA的七龙珠的一个高光盘 我也是 其实这个我是一月份的时候就收到了 是就是Laticia送我的 但是我一直没怎么用 我用更多的还是那个Monstone 然后这次呢我发现它的好是 首先它的优点是 它有个巨大的镜子 就它这个镜基本上就是一个你日常的 放在桌上的化妆镜子那种大小 就假如你出去玩的话 带它你就就是无所谓这个酒店的光线好不好啊 什么的 你位置有没有 就是你就用它就完全就够用了 要化全妆 然后另外呢 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除了这几块是 嗯 就是就是很高光之外 像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可以 像这三个 就是也可以做你的一些眼影的珠光色呀 然后还有你眼头的提亮色在用 然后像中间这个就会有那种 WT905 然后就能给你加一个 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雅光的那个高光色中间的 就是那种白白的白粉 然后就能给你加一个特别牛逼的鼻梁 感觉这个也挺适合涂眉骨 嗯 就反正我觉得这一盘就是你带出去 然后又可以当高光 然后又可以当那个眼影啊 然后又有个大镜子 我觉得就真的很值得很方便 嗯 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个面膜 嗯 这个面膜呢是这个鸡鸡鸡鸡的这个面膜 嗯 这个面膜呢不像我之前跟大家推荐的那个火动面膜 就是它上面的那个精华是就是那种凝胶状的那种 就是你感觉会比较厚重一些 然后呢这个呢它就是这种水状的 如果说就是像我之前脸不是就是这种豆比较多吗 就是感觉并不需要特别滋润的这种保湿跟补水 然后我就会就是敷一下这个和那个之前的那个可复美 对这两个我觉得都是就是比较水 然后比较轻薄的保湿的一种感觉 就是你敷完它以后你也会觉得脸上就是有吸满水什么的 但是你感觉就是不会有那种比较厚重的 就是太过滋润的感觉 没什么负担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挺好用的 然后呢今天最后一个我的爱用产品 是一个身体方面的 然后是这个是祖马龙的沐浴油 不要对我 对 然后呢这个味道是 这是啥呀 我知道那个牡丹和那个丝绒 这是那个牡丹和什么什么丝绒 烟红鸡绒 那就是鸡绒 对是这个味道 我觉得这个味道也挺好闻的 有点葡萄的味道 反正就是而且 它为什么就不叫葡萄呢 它不是不是很 它还很花香 然后这个是它是一个沐浴油 然后因为就是现在到秋天了 但是我还不想像冬天那样就是每次洗完都要上特别多的身体乳 我觉得挺麻烦的 但是呢又直接洗完不上身体乳的有点干 所以我就折中用了它 它是那种你可以用来代替你的沐浴露 然后你就洗完 就是正常的你洗完头发 等到洗澡的时候 你身上留一点点水珠 你不要把它擦干 就是你正常淋浴 然后关了水龙头之后 然后你就倒一些在手上 然后你就把它涂在身上 因为它是油嘛 它到身上就会乳化成那种乳白色 然后你就正常的在身上涂一涂 但它是泡泡泡 没有泡泡 因为它是油状的 然后你就就是它就变成那种乳白色的 然后你就在身上涂一涂 然后就拿水简单的冲一下就行了 然后它也会就是 因为它就是那种油状嘛 就也会带走你身上的那种 就是油类的污垢 然后就也洗的蛮干净的 但是它还会在你身上留一层薄薄的油膜 然后又香香的 好呗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9月份 乃至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爱用品分享 希望能够喜欢我们这期视频 希望我们也能够给你种少一些 我们觉得好用的东西 你也会觉得好用啊 或者是有一些借鉴意义 就满足了我们 嗯 那好呗 就这样 我们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然后你们